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這部片播出是2月16日的黃昏,喂,大家好 伊朗總統訪問中國 應中國方面的邀請 會談什麼呢?當然是關於中東的局勢 其實現在形勢發展裡面 為什麼伊朗會這麼亂呢? 它有很多親西方派系,但好像以色列很容易找人滲透 而且裡面是容許很多國家 都是對伊朗動手動腳的 以色列好像不是比你想像中那麼孤立 以色列好像新上任 內塔利亞湖的做事手法仍然是很強硬的 以色列都已經被伊非蘭世界包圍了 又說伊朗和沙地的關係和好 為什麼內塔利亞湖還可以這麼強硬呢? 很多中公的局勢裡面,很多謎團 可能大家都不太理解到 我剛剛才理解到多一點 所以想跟大家說,分享一下吧 除此之外,跟大家說一下北韓的形勢 北韓呢,肥仔金經常抱著女兒出來 那她的女兒叫做金主愛 那究竟,為什麼金主愛會上到北韓的郵票呢? 那當然是布局接班啦 那你肥仔金也是三十幾歲而已,是不是? 金正印,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一會兒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先進正題先,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鈴鐺 請你們會一天的十二點鐘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片出 連續兩個星期呢 我也是會將星期四會出兩套的中美爭霸 是不是一個緊局的模式呢? 我不敢肯定的 因為其實我老婆回來香港,我比較忙一點 真不好意思 我今個禮拜都要陪她去剝一下 或者做其他醫生的事情 因為香港的醫生容易一些處理到 那什麼都好了 那另外,今天中五號的片 是講美國的化學爆炸事件 那沒有盈利的了 那你真的說這麼多都沒有用的了 所以只有十八分鐘了 所以這套片呢 可能很多東西都放回去這套片講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先 那,其實現在呢 可以說現在中東局勢的方面來講呢 就是俄羅斯一向的做法呢 就是會縱容呢 以色列呢 就會進入去敘利亞做軍炸的 就是說呢 敘利亞境內呢 就會放了一些俄羅斯的 一些的防空系統 但是那些防空系統呢 是不會攔截以色列的 那麽以色列呢 就會跑去敘利亞軍炸的時候呢 不止軍炸這個巴沙爾的東西 它會炸到伊朗的東西 因為呢,其實伊朗呢 是派了很多軍隊呢 是有幫巴沙爾的政權 就是可以站得穩 死不去啦 因為在2017年是一個的 開始就是清洗了一些的 伊斯蘭江的時候 其實之前呢 捱得很辛苦的 巴沙爾 巴沙爾捱得很辛苦的話呢 其實伊朗是幫了很多忙 所以呢 其實戰後呢 伊朗也是有很多的軍隊呢 留在敘利亞的 那很明顯呢 俄羅斯當然是要支撐 這個的大馬士格的 這個的阿薩德政權啦 但俄羅斯其實是很狡猾的 就是 如果 俄羅斯和伊朗徹底結盟的話 就一定不容許 俄羅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間 站在一個中立的位置 但是俄羅斯發覺 如果和伊朗真的做徹底結盟的話 在俄會戰爭之前 伊朗 伊斯蘭世界的勢力呢 就會太強大 就算順尼派和什葉派的關係 在未和好之前 伊朗的力量呢 可能會壓倒以色列 所以 很明顯呢 俄羅斯在玩的那套 就是平衡的方法了 其實這件事呢 一直都是這樣玩的 在中東的世界裏面 譬如說 在1979年呢 伊朗剛剛就是伊斯蘭革命建國的時候 不久了 1980年就引爆了這個兩伊的戰爭 就是說 伊拉克是侯塞恩 就是薩達姆控制之下 是侵略伊朗的 兩邊呢 死打爛打 打了八年多 很長的這場戰 無論 美國 或者是 蘇聯 都是支持薩達姆的 所以薩達姆呢 就覺得 嘩 這麼多人支持我 打你伊朗有什麼所謂呢 伊朗 你全部都不親嘛 你又不親蘇聯 不親 不親美國 那麼多人支持我 我就打你了 但是伊朗的人口是多過伊拉克的 所以其實伊朗是熬得住 但是伊朗呢 原來背後很多軍火呢 是來自於呢 以色列的 即是以色列呢 其實曾經呢 是幫過 現有伊朗的政權呢 是站穩的 因為呢 就是一個朋友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概念 問題就是說 以色列見你伊朗不夠薩達姆打的話 有這麼多美蘇都支持你 薩達姆 那你伊朗一塌了 嘩 那薩達姆就更加大 嘩 那你就做了 你是以順尼派身份 搞定了那十二派 那就是你統一伊斯蘭 那跟著你做核彈啊 你薩達姆是1981年呢 偷偷做核彈 以色列是派飛機軍炸的 所以那時候呢 薩達姆的勢呢 在90年呢 入侵呢 科威特之前呢 是比伊朗好 但是後來呢 90年之後呢 薩達姆越來越差啦 甚至薩達姆都散了 但是 當 以色列的敵人 薩達姆被美國徹底消滅啦 03年 那曾經的敵人的敵人 就是朋友呢 那個關係沒有了 伊朗呢 是一個以宗教立國啦 現在來講 1979年之後 他以他的宗教信念 他不會 敢因以色列以前幫過他 反而以色列呢 在中東裏面 就是一個宗教概念來講 以色列的存在 就是 中東世界裏面的 一個獨流 所以呢 伊朗你可以說 啊這麼壞啊 不敢因的 就是不敢因的啦 如果伊朗 在薩達姆的政權 倒塌了之後 伊朗就拿到好處啦 伊朗要成為 中東的民主 有四大強國裡面 四大強國裡面 四大強國就是土耳其啦 伊朗啦 沙地啦 以及以色列 四大強國 埃及呢 因為呢 1978年跟以色列建交 變成二五仔呢 已經呢 已經沒有人服的了 沒有好召力的 但是這四大強國裡面 伊朗要脫穎而出 那當然就是最好消滅以色列啦 打死以色列 為整個伊斯蘭世界 無論是十頁順利 去清除毒瘤 那就一定是做英雄 啊 所以呢 其實 在這個 敘利亞這個戰爭的 其實現在都叫做所謂還在打等 但是 在伊斯蘭國消滅了之後 去到敘利亞戰爭 我想打到2020年左右 基本上大部分的情況都完了 但是呢 現在都還在當打內戰 因為有很多的 國具勢力還沒有完全清剿 但是 事實上就是 十頁派之湖是打通了的 十頁派之湖的意思 我再說一次 就是 由伊朗 伊拉克 因為伊拉克是十頁派 超過過半人口的 六成人口左右 加了敘利亞 敘利亞 敘利亞的十頁派人口一兩成 但是 就是 就是 阿薩德政府就是十頁派 那十頁派之湖 直接打通 直入地中海的話 其實 在俄羅斯角度 呢 十頁派的力量是太大 所以呢 俄羅斯呢 常常放水給伊斯蘭呢 搞伊朗 而阿塞拜疆呢 可以說 現在呢 是親俄的 而俄羅斯是拋棄了 這個阿美利亞的 現實就是這樣 阿美利亞 見你俄羅斯拋棄了自己呢 那俄羅斯站在阿塞拜疆那邊 那因為呢 其實阿塞拜疆呢 有石油嘛 阿塞拜疆來講 基本上 是 俄羅斯直接接觸到的國家 阿美利亞不是的嘛 而阿美利亞 見你俄羅斯拋棄自己呢 阿美利亞現在親了沒有 那但是阿塞拜疆這個國家呢 其實可以俄羅斯呢 直接經他呢 直通伊朗 如果打得通的話呢 俄羅斯就可以呢 直入波斯灣和印度洋的 所以呢 阿塞拜疆的戰略價值呢 是高於阿美利亞的時候呢 俄羅斯也是沒有的啦 你以前是我民友都好 我也是拋棄你阿美利亞 所以呢 2020年的時候呢 納卡戰爭來講呢 俄羅斯是偏幫阿塞拜疆的 表面是中立了 但是阿塞拜疆呢 受到萬千宗礙了 喂 俄羅斯又支持他 土耳其又支持阿塞拜疆 他就起了歪心 所以呢 伊朗裏面有十幾%的人呢 是阿塞拜疆族 他就跟以色列勾結 就希望呢 就支架伊朗呢 就希望伊朗變成碎碎碎的時候呢 有一部分呢 就是阿塞拜疆族的人控制 那就建立另一個阿塞拜疆的國家 實質上就是阿塞拜疆的殖民地咯 是不是呀 那等於 蔡爾維亞製造了一個科索玉 蔡爾維亞 實質上沒有擴張 實質上擴張了 是不是呀 阿塞拜疆有這樣的瘋狂的思想 其實都是俄羅斯重用的 那如果是 大問題就是俄羅斯局勢呢 戰爭越來越困難 那你其實俄羅斯就 現在有一個說法 原來蘇聯時代的軍工廠呢 是去到今年都沒有報廢的 所以呢 俄羅斯戰爭呢 令到呢 打了一年之後呢 那些軍工廠的生產能力呢 其實呢 越做越好 整個西方做的炮彈的數字呢 呃 烏克蘭可以每天發6000發的炮彈 俄羅斯可以發6萬發 一個這樣的說法 大陸的文章這麼寫 幾堅幾流我真的不敢說 大哥 因為他們當然是看俄羅斯裡面的宣傳的啦 但是什麼都好 現在呢 俄羅斯裡面的軍工業呢 打了一年之後呢 越做越起 所以呢 是有足夠的炮彈呢 支援他 那那6萬發炮彈 是不是只是俄羅斯 我又不敢咬死呢 會不會北韓偷偷地幫他做些呢 是吧 伊朗會不會偷偷地做些呢 也有可能的 因為呢 伊朗呢 其實看到俄羅斯呢 縱容了阿塞拜疆呢 伊朗就不和你俄羅斯反面 你縱容阿塞拜疆在我裡面搞顏色革命 和美國和以色列合作 又如何呢 你玩平衡嘛 是不是 但是呢 伊朗呢 就無條件地呢 將那些無人機撐俄羅斯 就希望用這些無人機呢 是令到俄羅斯可以和他 的關係更加是 穩陣一點 這個呢 是用軟的手法 就是 你俄羅斯 是和我關係很好 大家清兄道弟 你縱容阿塞拜疆搞我 你有時縱容阿塞拜疆搞我 你有時縱容以色列搞敘利亞 搞我乾弟弟也好 我現在 我是仇張恩暴 你有時 善我都好 我照幫你啊 所以呢 其實西方和俄羅斯的關係越來越差的時候 俄羅斯在這次打仗其實是拿了很多伊朗的無人機技術的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俄羅斯 在將來會被迫和伊朗的關係呢 更加好 而去壓制呢 去哄你阿塞拜疆 你不要再玩東西 慢慢呢 慢慢呢 用乳癌劍絲 浸到你阿塞拜疆 不要再和伊朔聯合作 那這次呢 伊朗呢 又走去中國了 見習近平啊 或者一眾領導人啊 還沒見到他見習近平那張照片 不要緊要了 但是故事就是說 伊朗呢 在2021年呢 和大陸呢 就談了一個呢 一個呢 叫25年期的一個投資協議 但是這兩年發展的裡面呢 其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快 我想伊朗呢 其實是覺得就是 因為俄羅斯和 和美國關係變差啦 伊朗就 美國就想你伊朗不要這麼 幫俄羅斯啦 另外就是 第二件事就是 中國和伊朗 建立了這個投資協議的時候 美國就馬上重啟伊朗核協議啦 其實伊朗人呢 又很壞的 心裡就想著就是 喂我是一個白人 我真的想 其實因為呢 伊朗人的祖先呢 是真的叫做阿里安人來的 俄羅斯人 俄羅斯人 當然就 未打俄會戰爭之前呢 比較戀武西方的 就和比特大帝傳下來就是這樣了 俄羅斯人呢 對西方沒有死心 所以呢 其實一直呢 俄會戰爭初期呢 有很多內奸的 所以 頭殼 頭殼 這場仗打的接近一年的時候呢 俄羅斯進漸慢的原因呢 其實俄內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步驟來的 所以呢 普京呢 可以說呢 這場仗呢 你不可以說人家打得差的 因為 這場仗一打的時候呢 很多內奸飛出來 普京呢 好像拍油鼠一樣 不停拍 但是在 清除內奸方面呢 因為普京已經做到七七八八 打贏了 在軍事上 打得慢 叫平手 但是因為 喂 很多東西都是 整部戰爭經濟都是 俄羅斯人是要慢慢 warn up的了 又不算打得差 但是金融戰是打贏的嘛 你廢了普京的street啊 一堆東西都好 普京 就是用了他的勞布結算 反正西方你搞什麼金融制裁 你都弄不死勞布 某個程度上就是 金融戰贏了 整體上普京呢 在三條戰線 譬如說金融的戰線 在內部清內奸的戰線 和軍事戰線裡面呢 三場贏了兩場一場和 所以普京仍然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老實實 但是呢 俄羅斯軍隊 他一向的傳統 為你打仗 初期就是 敏敏碎碎碎的嘛 他要時間warn up就是這樣 他的民族性就是這樣 但是 你的長仗越打得久 他越打得好 所以我其實 現在我估計 即將打這個決戰 俄羅斯一定會贏的 西方就是等死了 但是 下一步他講就是 中國 和伊朗的關係呢 原本不是那麼親 就算中國給了一個 25年投資協議的時候 伊朗的心就是想 借中國這個 投資協議 敲叉 拜登盡快 解除這個 對伊朗的制裁 因為你有跟中國的這個 25年投資協議 說幾千億去投資 那是足以變成一個 籌碼 中國這樣賴我 你美國還不過來賴我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美國真的解除對伊朗的制裁呢 你就是逼以色列背叛美國而已 以色列背叛美國是會發生什麼事呢 很難說 但是如果 美國再解除伊朗的制裁呢 伊朗的勢會太大 以色列可能很快亡國的 現在俄會戰爭呢 就可以說一句 逼下逼下呢 就是 中俄伊呢 好像結成了一個陣勢那樣 管理伊朗想兩邊選 但是拖了兩年時間 美國就不敢拋棄以色列 因為一解開了美國 對伊朗的制裁呢 以色列就真是 根本立足不了 伊朗的經濟就會含含聲地上 跟著呢 可能解除制裁 我想五年之內呢 以色列可能亡國了 而歷世歷代的美國人呢 扶持猶太人呢 在中東立國呢 其實都是有很困難的事 這個基本政策就是 以色列一定要安全的 所以呢 伊朗是不可 現在 拜登他始終都是 他後面是民主黨 民主黨就是 猶太人主導的 事實上 現在就是 美國角勢弱了 不可以 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結果呢 談了兩年呢 變了呢 沒有的 伊朗俠協議員說了兩年 都沒有了解的時候 伊朗呢 這次呢 看來呢 就說 萊希 建習平常 咦 建習平常上去出了 那就是 看來伊朗呢 跟 俄羅斯呢 已經立定決心呢 跟中國呢 實質結盟的 不再向西望了 兩個國家很相似的 伊朗和俄羅斯 就是 美國還沒逼到去行的時候 成人望著美國 希望美國 接收自己成為西方一員 但是現在美國就 始終都是為了自己各樣的原因 沒有辦法接受你俄羅斯的投降 也沒有辦法接受你伊朗的投奔 全部推給大陸 我看就這樣看 說了這麼多先